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摸上去的话 两款垫子呢 右边这一款呢 会相对感觉要更厚 然后会更柔软一点 左边这一款呢 会稍微比它薄一点 但是它会更硬挺一点 好 那么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了 咱们呢 拿出布条线 好 我们这个是环形起针 这个布条线呢 在手指上绕一圈 或者绕两圈都可以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线呢 把它拿好 好 勾针穿到这个大洞里面 咱们把线勾过来 首先呢 咱们要第一圈是起针 要在这个大洞里面起六个短针 好 短针咱们勾一个锁针起立 然后勾针穿到大洞里面 六个短针 这是第一个 那么如果新手宝宝你怕找不到的话 一定要记得做上 放上记号扣 我们要做个标节 继续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好的 六个短针咱们勾好了 起好了 现在咱们抽紧这个起针的线头 把它尽可能的拉紧 中间的缝隙呢 就没有了 咱们让它中间的洞的缩小 好 现在咱们就开始来勾了 这两款垫子呢 咱们每一圈都不用引拔 都是一圈一圈的螺旋的勾上去 每一圈都不用引拔 好 我们说过它的规律呢跟勾圆呢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接下来第二圈的规律就是每一针里面咱们要勾出两个短针 也就是每一针里面都要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那所以第二圈勾完就会有12个短针 那么这两款垫子呢只是露针点不同 我先说刚才右边红色的那一款 右边红色的那一款它的露针点 它的露针点呢就是咱们这个每一针后面的里三 好 大家来观察一下 这是咱们的短针 正常的咱们是从这个地方露针的 穿过这个短针的这个辫子的两根线 对吧 我们正常是这样来勾的 那么今天这一款右边 刚才右边的这一款红色的垫子呢 咱们露针点是在这个短针后面 大家看一下 每一针后面都有一根这样的横着的线 看到没有 这个是最后一针 123456 说明这个是第一针 这个不是 大家这个千万别搞错了 这个是刚才起立的那个 起立的那个锁针 所以接下来第一针 咱们就是从这个地方露针 我们每一针都是穿过 这个都是穿这个短针后面的里三 从这里面露针来去勾的 指示露针点不同 然后勾的全部也都是短针 这两款垫子咱们全程勾的都是短针 指示露针点跟平时不同 好 比如说我这里先讲红色这一款 我们说的是从这个地方来露针的 好 那么我们说了也 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用引拔 所以咱们勾针直接穿过去 好 然后这里稍微的拉拉紧 把线勾过来 咱们在这里开始第二圈 这是咱们第二圈的第一个短针 如果你怕找不到 一定要记得放记号扣 继续还是穿到这里面 然后你的这个线头可以放在勾针上隐藏 还是在这里面再勾一个短针 这就相当于在这一针里面 咱们勾出了两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就叫做一个短针的加针 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像这样呢 咱们要重复六次 好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针的里三里面 第二针的里三 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呢 要勾出两个短针 大家呢 就这样把第二圈勾完 第二圈呢 我已经来到最后了 这里已经勾到五组了 一 二 三 四 五 那么第六组最后一针在哪里呢 好 大家来学会看一下 第六针最后一针呢 其实就是这个辫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引拔的嘛 所以它就是我们记号扣后面的这一针 那么它这一针对应后面的里三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咱们第二圈的最后一针 那么待一会儿我们第三圈的第一针 就是放记号扣的这个辫子 好 看到它这里有一条横着的里三 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第三圈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了 好的 我们最后第二圈 一针 两针 第二圈呢 就勾完了 接下来开始第三圈 第三圈的规律呢 是隔一针再来加针 也就是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好 那接下来第一针 第一针里面 咱们就是不能加针对吧 我们就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 好 放个记号扣 这个是第三圈的第一针 接下来下一针 好 下一针里三 咱们在这一针里面就要勾 两个短针 这个就叫做隔一针 再来加针 第三圈呢 也是剩下最后一组 好 最后还有两针 咱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最后一针里面 最后一针里面 大家看 是不是 这样就没有错 最后一针里面咱们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所以大家勾到最后 也可以检验出自己有没有勾错 好 这是第三圈的规律 那接下来第四圈的规律 如果会勾圆的姐妹呢 一定都知道 第四圈的规律就是格二加一 也就是先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好 所以你看它跟平时 咱们勾圆的规律呢 就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路针点不同 对吧 只是路针点不同 好 这是接下来第四圈 是吧 咱们先勾一个短针 把记号扣移过来 一个短针 接下来下一针 这个可能没有平时那么好路针 下一针也是一个短针 再下一针 咱们就要勾短针的加针 这个就是第四圈的规律 隔二加一 第四圈呢勾完了 现在开始第五圈 第五圈的规律呢 是隔三加一 也就是咱们先 好 这是第一针 第五圈的第一针 放记号扣的地方 也就是咱们先勾三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是第五圈的规律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的 接下来是短针的加针 就是这样来勾的 第五圈勾完了 现在开始第六圈 好 我们又是从记号扣的这一针开始 好 第六圈的规律很明显就是 隔四加一 也就是正常的就是说 勾四个短针 再来去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对不对 但是大家会发现呢 如果这样一直勾下去的话 看到没有 它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六边形 如果你想勾一个六边形的电子的话 你就按照这个规律 隔四 隔五 隔六 隔七 隔八 隔九 一直的勾下去 它就会变成一个六边形的电子 那如果你是想勾一个圆形的电子的话 那么从这一圈开始之后 后面的碰到这样的双数圈的时候 咱们都是要进行错开加针 也就是不能永远在这几个点加针 因为你永远在这几个点加针 它就会变成六边形 那么现在咱们就是要把这个加针的点 错开一下 把它放到这个中间 这样呢 它就不会变成六边形 而是勾下去就会变成一个圆形 好 那么这一圈怎么去错开加针呢 有经验的姐妹都会勾 那新手宝宝就是这样来勾的 隔四加一 咱们就是把四分成两份 那也就是先勾两个短针一个 咱们把记号扣移过来 新手宝宝一定要记得放记号扣 要不呢你勾到后面 或者中途停下来 你是不容易区分的 两个 好了 咱们勾了两个短针 然后我们就加针 是吧 我们这样呢 就是把加针点呢 就放到了中间 对不对 这样呢 就把加针点跟这个地方呢 跟原来那个地方错开了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四针 这里已经勾了两针 我们再勾两针 一 二 那么这个呢 也叫做格四加一 所以第六圈的规律 其实呢 也就是怎么勾呢 先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两个短针 重复六次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勾的那么大 大家就是按照这个规律 一直的去往外面勾 直到勾到你自己需要的一个大小就可以 那么会勾有 会勾那个圆的宝宝应该呢 都会勾了 好 那么注意录针点就可以 如果还不会勾的姐妹呢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咱们前面的视频教程 好 那么这里呢 我就简单的重复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 是格四加一 对不对 那下一圈呢 就是格五加一 就是勾五个短针 再勾短针加针 再下一圈就是格六加一 那么碰到格六加一的时候 咱们又要错开 先勾三个短针 再勾短针加针 再勾三个短针 就这样按照这个规律 以此类推的一直的加下去 好的 那么这是 右边第一款的这个垫子 它的勾法 那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二款的垫子的勾法 如果还有不会勾的姐妹呢 大家参考一下 咱们屏幕上的这个勾圆的教程 大家参照这个方法 一直的去勾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第二款垫子 第二款垫子呢 咱们也是环形起针 也是环形起针 然后呢第一圈也是勾了六个短针 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了一个记号扣 123456 好 这个跟刚才第一圈是一样的 那现在从第二圈开始呢 咱们也是每一圈都不用引拔 直接的螺旋的勾上去 第二款垫子呢 它的路针点是怎样的呢 好大家也是只要掌握它的路针点就可以 然后规律跟上一款是一模一样的 好一模一样的 好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短针 正常的咱们是从这个地方路针 就是穿过这个辫子的两根线 穿过这个辫子两根线 咱们正常是这样来路针来勾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二款垫子是怎么路针呢 咱们是这个辫子呢 咱们看一下有两根线 靠近我们的这个叫内半针 靠近外面的这个叫外半针 内半针 外半针 那我们第二款垫子呢 就是调外半针的这根线 同时再调起这个里三 这样来勾的路针点 每一针都是这样路针 同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第一针 大家第一针千万不要搞错了 这个不是的 好看到没有也是这样的 好这里我就给大家演示其中的一圈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二圈 咱们呢不用引拔 直接这样路针开始 好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勾两个短针 记得第一针放记号扣 因为我们知道第二圈的规律 是每一针都要勾两个短针 加针对不对 好这就是第二圈 这样来勾好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针先穿外半针 再穿这个里三 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勾两针 好就这样的一直的去勾 是不是方法很简单 好就跟那个勾圆的规律是完全相同 只是路针点呢 稍微有点变化 大家呢也是参照 前面的那个勾圆的那个教程 一直的去勾 这样呢你就会得到两款 硬子风的这个垫子 这个垫子 两款垫子呢大家都可以参照自己的 需要或者喜欢 好第二款呢它勾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第一款第一款勾出来呢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好的那今天的教程呢就到这里了 拜拜